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呢要给大家做 我所有MST的唇膏产品的一个试色 银膏有这么多 然后唇膏比较多一点 然后有三支新的那个棒棒糖的那个唇蜜 然后还有就是别人送给我的一款产品 所以我都会上嘴 然后给个特写给大家看一看 等会我也会在手臂上给大家去刷色 然后我会封一下色系给大家看一下 那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就去看一下试色吧 Let's go 这就是我所有的这个唇膏 我包在手臂上的试色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 应该说是裸色吧 然后上嘴的话 如果你不是偏白的话 这个颜色就不是很建议你去选它 因为它会显得不是那么有气色 但是它非常显气质 然后这个颜色就是阿宝色 就是泛冰冰涂的那种橘色 然后我觉得薄图的话 还是非常少于粉嫩的一个感觉 这个颜色的话 它是比较那种水水润润的那个效果 那它是它的名字也非常好听 它叫一达康奶星 就是那种水红色偏一点点橘的颜色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棒的 那这个就是亚光的这个非常有名的 这个MAC的红色 它就是个很正的红色 圣诞红啊过年啊 图都是非常漂亮的 这两个颜色其实是一个网红色 这个就是SWYCE COOLA 就是它是比水红色偏粉嫩一点的感觉 它们两个颜色其实都非常像 然后都有带那个小的闪片的颗粒 然后这两个颜色我觉得选一个就可以了 如果你喜欢水红色一点 那我就选这个叫COCANY 不知道反正我会把色号列在下面 如果你想要粉嫩一点 就选这个SWYCE COOLA就好了 然后这两个颜色的话 这个颜色我有点忘记了 这是哪个颜色 等会我要去看一看 然后这两个颜色的话也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颜色就是比较气质的那种红色 但有一点点小姨妈的那种感觉 哦我搞错了 搞错了 这个是MAC Red 这个是那个偏橘的那个红色 所以这两个红其实都可以涂吧 这个颜色我觉得偏紫一点 这个颜色偏就是那种红 红橘色的那个感觉 就是中国红一点的感觉 这个就是很有名的那个辣椒红色 我等会儿会把色号全部列在下面 大家可以看得仔细一点 这个颜色也非常气质 涂得也很漂亮 这个是一个就是那个粉的一个粉色 但这个粉色很神奇 看着好像非常妖艳见惑 但其实涂上去的话非常显白 这几个颜色的话就比较深一点 就适合秋冬的时候涂 然后也是挺显白的 嗯反正具体的这个颜色 反正等会儿上嘴试的话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然后我会把色号全部列在下面 就要让你更加愉快 你能够的想念我 你要想的颜色 你不需要的颜色 我需要我感觉 你需要的颜色 你需要我感觉 你能够多感觉 你不是笑的 我需要这样的眼球 你需要这样的眼球 你不需要每次的眼球 你需要更加愿乐 我需要这样的眼球 啊 無功制覇 君の為に今日も生きてしまう 愛しきgirl should be ok 一歩一歩愛を育てていこう 素敵な姿に今日も見とれる愛を信じててよかった 君を迎えるメカペ 任せてよ幸せをため 寂しくなる暇ないくらい 愛して抱きしめてあげるからね しかし君しかいない 守りたい そばにいたい You are so beautiful girl 無功制覇 君の為に今日も生きてしまう 愛しきgirl should be ok 一歩一歩愛を育てていこう これからは素直になって キスしたり甘えてくれてもいいんだ なぜなら君は 誇りで捨てていこう You are so beautiful girl 無功制覇 君の為に今日も生きてしまう 愛しきgirl should be ok 唇膚は普通の唇膏についても一緒に使っている そして私は手の手の手を使っていない だから私は手の手を使っていない これは水温の棒棒の色がいい これが2つの色を見えます これはTATO MY HEART これは天桔の色の これは正紅色の 这个唇釉的质地它其实都有一点染色的效果 就是它会染在嘴唇上面 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啊 然后这个棒棒的话它是蛮水润的 你看它还是会留一定的颜色在上面 这个是橘色的 这有一点点小小的红色 然后这个是留的跟这两颜色差不多 所以这个的话棒棒糖的这个质地我还是蛮推荐 就是说大家去买的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只的试色啊 那今天的试色就到这里啦 我今天最后唇釉嘴巴上涂的这个呢 就是最后那只唇釉的颜色 总的来源那个三只唇釉我都非常喜欢 它上嘴以后会那种 有一点点玻璃唇 然后是嘟嘟嘴的感觉 我觉得比较 如果你喜欢日系的话会比较适合 然后我一般唇膏的话不行都比较喜欢就是薄土 那今天因为给大家看试色嘛 所以我都是后期在嘴唇上给大家看的 然后为了今天这个试色的话 我们故意把粉底打的偏黄一点 因为我平时的话就是喜欢粉底偏白 所以的话会感觉不是那么真实出来的那个试色 所以这次我有刻意把脸上的颜色呢打的稍微黄一点 跟我自己的肤色比较接近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作为参考哦 那就这样啦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再见啦 拜拜 可以关注我 关注我 求关注 求点赞 拜拜 拜拜 然后给大家一个小预告 然后我下一次的视频的话会做 全部我手上YSL唇物产服的试色 也是有量很大 然后谢谢大家的支持 因为做唇部这个试色的话 还是品类的一件事情 所以希望大家给我点赞点关注 拜拜